中國足球隊一直受到中國球迷的吐槽 中國足球的恥辱記錄屢屢創新 4月11日 中國國家發改委罕有的發布 中國足球中長期發展規劃 規劃近期至2020年 中期至2030年 遠期展望至2050年 其目標是國家男族 己身亞洲前列 女族重返世界一流強隊行列 到2050年 中國全力實現足球一流強國的目標 不過 湖北網絡作家劉一鳴指發改委的 這一規劃根本是癡人說夢 這就導致中國的很多足球人才被埋目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興斗表示 中國的官僚體制阻礙了發展 足球也一樣 科技發展 包括足球事業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有網民稱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任重道遠 不該靠足球拉動經濟 發改委也不應該去預測34年後的小事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喬龍的採訪報導